在三种情境下睡影时,此款相机在亮度不正的效果恰到好处,因此能够记录下最接近真实环境的自然色彩。 尤其是在水中睡影时,能够妥善地抑制杂讯产生,清晰地捕捉拍摄主体的样貌,因此画质部分也获得平均以上的好成绩。 而操作性方面也有4.1分的好评价,抓握触置地,不会过于光滑,且能以单手稳定拿取,并且按键大小,按键间隔均方便操作。 更棒的是模式转盘还可切换摄影模式,随时都能以最佳状态捕捉关键画面。 防水深度虽不是最高水准,但可承受2小时的20米水压,拍摄时可说相当有余裕。 特别突出的快门键极容易抓握,单手也能操作的机身设计,让Coolpix W300在操作性上获得4.2分的高评价。 略硬的按键下压杆与回弹杆结佳,戴上后手套时也能清楚感受按键。 而画质方面也有高水准表现,亮处拍照色彩鲜明,暗处,能清晰捕捉主体细节,就连水中摄影也有媲美路上摄影的品质。 尤其是它的防水深度达30米,零件能承受60分钟的高水压,也可适应付10-40摄氏度之间的温度,推荐给经常从事深海摄影,或是长到极端环境游玩的读者。 Panasonic国际牌的Lumix DCFT7以极限运动相机为设计理念,因此在防水、防尘上皆拥有最高规格,同时它还具备水平面下31米水压的承受力,并且能适应付10-40摄氏度的气温变化。 韧性十足之外,开箱时其在亮处、水中等环境下均能清楚地拍摄物品的细节,日间摄影想必能令人满意。 而相机本身带有适中厚度,手指自然弯折后便能安稳定抓握机身,长时间摄影也不容易疲劳,且按键部分也设计良好,不易误按。 仅需用中阶价位就能够入高阶配备,可说相当令人心动呢。 荣获本次第一名的TopTG-6可说是该系列的巅峰之作,在亮处、暗处、水中均能拥有清晰且还原的显色力,尤其是它的光圈最大可致FR,在暗处摄影时能清晰捕捉物品,且画面中几乎没有杂讯,获得全榜唯一的4.5分高评价。 另一方面,TG-6特别将调整睡影模式的转盘改放在相机的背面,与其他选单按键一样,使用大拇指就可调整,并且按键间距适当,戴上手套后也能灵活操作。 而最重要的防水、防尘、耐低温、耐冲击等性能皆符合高,归水准,上山下海捕捉美景就靠它。 与其他相机的影片相比,FinePix XP140的影像似乎带有一层暖色细滤镜,但同时又有丝毫不逊色的超清晰画质。 它既能在水中能捕捉绝美清晰的假花照片,在无光的暗处摄影也能呈现出平衡良好的色调。 而按键的使用手感较硬,但手套时也不易。 雾暗,抓握出能服贴手指,单手摄影也有十足的安定感。 此外,这款相机不仅全榜为一款在静态摄影,动态摄影均使用光学式防手震的款式,也是少数有针对夜间摄影,全景摄影等需求预设快门速度的商品,还不熟悉自定功能的人也能轻松拍出好作品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